这个视频里,咱们玩一玩两堆棋子的拿球戏 这次,每人每次必须得从一堆里拿 不过每次能拿任意多个,随便拿几个都行 如果两堆分别有两个和四个球 拿到最后一个球的算赢,让你先拿,你能赢吗? 还是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看 要是一堆棋子有零个,另一堆棋子有一个,你先拿,能赢吗? 当然能了,把这一个拿走不就好了 那要是零个和两个呢?也简单,把这俩都拿走就行了 该谁拿谁赢?如果再多一些,零个和好多好多个呢? 都没问题,反正可以拿任意多个,一口气都拿走就好了 全都是先拿就赢 接着,要少的这堆增加点,变成一个 如果另一堆也是一个,那不管怎么拿 都会变成零个和一个的状况 只能变成勾,那就得打叉 一个和两个,从两个里面拿走一个 就能变成一个和一个的状况了 可以变成叉,就打勾 同样的,一个和很多个 只要从很多个里面拿到只剩一个 就能留下叉的情况 打勾 继续,如果是两个和两个,只能从一堆拿,可以变成一个和两个,或者零个和两个 只能倒勾,那就打叉 两个和很多个都可以变成两个和两个,打勾 所以两个和四个的情况,先拿得人赢 观察一下,打叉的是一一二二这样的情况 都是两堆相同的情况 那三三是不是也打叉呢? 试一下 三三可以拿成二三,一三,或者零三 这三种都是勾 所以三三果然应该打叉 看来,所有两堆相同的情况都是打叉的 也就是说,只要每次留下一样多的两堆,就能获胜 比如有十个和二十个,规则还是一样 你先拿,咱俩谁能获胜呢? 当然是你啦 只要你先从二十个里面拿走十个,留给我十个和十个 然后我从这堆拿几个,你就从那堆拿同样多 这样就能保证获胜啦 这种获胜方式利用了对称性 也就是每次都留给对方两边一样的结果 要做到这样,只要等着看对方出什么招 照着他学就好了 总结一下,可以利用对称性解决到问题中 只要想办法每次都留给对手对称的情况 对手怎么做,就学他对称着做 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这两堆分别有一百个和两百个球 还是只能从一堆拿 每次可以拿任意多个 谁拿完最后一个谁赢 让你先拿,你能赢吗 对手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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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怎么做呢